你的职业是公关 你称自己为问题解决者 我喜欢解决问题 林林 我已经给你订了明天的航班 马上回国 盟空基金1.5亿四斤 下楼五斤 创始人将继失联 现在所有的客户和同行 都知道咱们DL要出大乱 魏长 怎么回事 这怎么刚两个小时 就捅到网上了呢 您总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位置又是相对的 结合这些症状 我确定你就是交流症 DL不可一日无主 除了你死DL 就没有人能当得了DL的总裁 我的女儿江达林 我推荐她担任DL传播 新任董事长兼总裁 一个女孩一个人就是合作感情问题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可是总裁 你摆平他们不就好了吗 我 摆平他们 就我这样的 获得年度最有价值 独立公关人的是 魏哲 杨默是为妞肺丝累死的 他们必须赔偿我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先找防险公司 那咱们就失业了 那要你们干嘛 沉挚地邀请你 帮我的合伙人 这个忙 你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你不要老想着是你在帮她 很多时候 帮人就是帮自己的 你需要爱情 爱情 好奢侈啊 不愿意整我是吧 你让我混下去 你也别让我混下去 真相 总是残狂 感情用事是做公关的大型 公关记有句喊话 永远不要小看你的对手 你们是不是传统好了 一起嫖欠了我们的创业 她做错了什么 不就是喜欢我吗 你们这起码的尊重 都给不了她吗 再扶一个 什么 什么 性骚扰啊 如果能拿钱解决 那谁还会真正的在乎 那些受害女性的感受啊 公关的原则永远是客户智商 你上瘾了是吧 你习惯了拿着客户的钱 永远跟客户对着干 把我这个上市公关做好的话 我给你这个 三十万还是三百万啊 三千万 杀 杀 甜蜜 找到真相是一回事 要说出真相就是另外一回事 眼带真相就是东西 咱们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不讲道理我没脑子啊 我怎么挺 我拿什么挺 你做人除了钱 总得讲点人情味吧 在背后捅刀 你们这叫什么啊 混账王八蛋 是有个先例吗 没先 要么跟他们干 要么咱们认怂 反正我是不会认怂的 我会跟他们干到底 开个 在我以往的公关原则里 客户永远是一位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原则 应该变异 真相才是一位 不认识 你没见到 我还没见到 你 你没见到 你 你没见到 我还没见到 不认识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